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台股直播室成功 每一次非常感谢所有朋友 每天早上跟我们一起收看 台北股市的一个开判 那一样在节目一开始 跟所有的成员会员讲一下 来 你再回顾 从你参加第一天到现在截止 你是不是觉得每一天 我们每一次做多 都希望它叠多一点对不对 做多 相对的 我们在做空都觉得它长不够 为什么 我举几个真实范本 来 各位看一下这里 这个是 先看这张图好了 就是稍待要跟各位做分享的 来 可不可以稍微再放大这一块就好 谢谢 停停停停 好 各位请看 这是昨天一天 道琼工业指数开盘到收盘 好 我们不好意思 慢慢往右边 慢慢往右边 第二图停 到第二图好 走完 走完第二图 谢谢 好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 是Next Day 昨天一天开盘到收盘 好 再往右边走 好 停 这是SP500 标准普尔500指数 从开盘到收盘 你就是说这三张图 请问各位你看到什么 那小米 哪有看到什么 就开平走高掉下来 不对 不对 各位看起来 道琼 道琼 来 慢慢看 如果站在阴谋论的角度 我讲真的 站在阴谋论的角度 这是道琼 好 各位注意看 你先不要管多跟空 我的立场是这样 金融市场 我知道很多朋友 你学了很多技术分析 你有很多看法 我觉得OK的 可是呢 可不可以暂时把自己掏空 对不对 你都不要惹 你要很轻松去看 看一个真实发生的架构 然后你不要管多跟空 看完之后 你再做判断 它到底发生什么事 来 再看一次 道琼 这是道琼 第二图 往右边 这是Next Day 第三图 SP500 好 我现在加一个东西给你看 来 你有看到吗 它是不是 对 开高 走高 收最低 SP500 好 往左边来 Next Day 开平 走高 收最低 没什么对吧 再往左边来 开高 走高 收最低 好 请问 停在这张图表 站在阴谋论的角度 假设我们站在阴谋论的角度 你有没有看到 不是只有昨天 每一天其实都相同 就说连国际股市 我今天不是讲台股 我不是讲单一一档股票 环球金 不对 国际 不是 我跟你讲整个美国股市 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 也是一样 你说一样什么 再看一次 不要动 就停在这 你有看到吗 也就是说 他要急沙盘之前 他有没有拉一个新高点 来 你再看一次 他要沙盘之前 有一个拉新高 再沙盘吗 绝对有 好 来 Next Day 注意看 但明明要跌 你可以从这里就跌 你是不是可以 好 你重视你要跌 我接受你跌 你为什么不这里直接跌 可是他要跌之前 他是拉新高点 摔沙盘 再来 右边 通通都一样 你跟我讲金融市场没有人为 那你解释给我听 那怎么办 我今天要跟各位探讨就是说 面对这个架构 那我们该怎么办 你是个专业的操作者 你该怎么办 你没有什么怎么办 不好意思 你的做法就是在这个最高点去空他 你知道吗 你就是最关键的把他放抗 他要抬下去 对不对 抬下去要如何 抬下去你要给他做多 就好了 沙盘怎么 沙盘再沙一点就做多 你会过来 你会大批都贏 就跟这个礼拜 就跟上个礼拜一样 每一笔都赢 你哪一笔输的 我不管你是三十分PF摔 五分钟PF摔 你有输到任何一笔吗 没有 你是你每一笔都会赢 你没有输到任何一笔 金融市场不就在于 好像今天吗 我落十五点 落二十点 你会觉得他为什么不跌多一点 对不对 对 因为跌多一点 我们又要进场了 进场之后 你今天再赢一笔 不是金融市场就是为了要赢的 你量价均限这个礼拜 来 先看一下标题 今天是9月27号 昨天是9月26 我们昨天的标题比较简易 就是说跟各位所有的成员 包括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做个说明 这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 那么我们分别会在高雄 台中 桃园跟台北 各位也许会说 然后不会台风来吗 我大概有看过 我到中央气象台 我稍微看了一下 因为他打了一个slice对不对 紧急右转往日本方向移动 所以理论上 这个礼拜六日应该是OK的 假设真的有很大的风雨 当然大家不要来了 风雨还来干什么 我的看法是因为我观察一下 它是往上 它整个急速往右转 所以这个礼拜 我们会有一个指标教学 那么在指标教学课程裡面 包括像量价 量价跟均线到底有没有一样 一样的 量价跟均线怎么会一样 量价是以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时间 利用成交量跟成交价 量跟价去观察特定时间 接下来的涨跌架架构 这个叫量价 那么均线呢 均线是去观察 也是特定时间 市场的成本 市场的成本变化 那你说那两个相同在哪里 两个相同在不管是量价 或者是均线 它都在告诉 都只有一个东西 它在告诉你 市场现阶段的 的交易成本到底在哪里 利用这个交易成本去做平价 你应该站在多还是空 所以举个例子 这个礼拜的礼拜六 那会跟大家在高雄 下午在台中 礼拜天的早上 我们会分别在桃园跟台北 所以回过头来 来我们很快就进入主题 来 各位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 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昨天 过去这一个月 不是昨天不好意思 过去这一个月 道琼工业指数的走势图 好 那我们昨天包括所有赖的好友 来 这是你讲 昨天你收到的吗 没对吧 只是你说你就没有输任何一笔 我就跟你说你就没输 你就输到哪一笔 我们的简讯就这样 我没有删掉任何一笔 我一笔都没有删掉 你输到哪一笔 你跟我说 就是多 获利平仓 就是空 获利平仓 就是多 获利平仓 空 我们的简讯这么简单 不是那种看不懂的简讯你知道吗 现在几乎啦 我跟各位报告 包括一些指数 在讲指数的老师 那个简讯你看不懂的 然后每天你收完盘 要告诉你我今天怎么 依照这个 这个我要接的 他又贏了几百点 现在这个世道是怎么了 我买来 我们简讯就是多 就是空 获利平仓就没有了 你又没有停顺 就没输到一笔是要哪里停顺 你帮我加 那是做不到输不才停顺 你就没输到任何一笔 是当时要怎么停顺 来 拉近 这是不是昨天的研究报告 包括所有LINE的好友 你看到了对不对 好 来 我们看这里 来 这个叫做 好 这是Next Day 这叫倒球嘛 好 来 一样 一个叫25916 一个叫26730 没有错啦 昨天 前天是收在26492嘛 好 来 我们来看 那么又过了一天 从26492要继续跌 跌到26385对不对 越来越接近多少 哇 老马力 越来越近25916了 不会到啦 不会到 你不是说多方在916 空方在730嘛 对啊 就一定是730 量价在于让一个使用者 一个专业的操作者 利用成交量跟所产生的价格 去判定特定时间市场的成本结构 利用这个方式 让你自己可以很轻松 不受到外力干扰 他今天加道琼工业指数在26730之上 他就是个多头 不但是个多头叫强加空 那就不用再说了 在25916之上也是个多方 可是相对的哦 在916之上他已经跌破730嘛 代表怎么样 代表接下来是不是进入916到730之间这个整理形态 对不对 好 那关键你要每天都赢 那我请问你 他一定会来916吗 谁告诉你的 不知道啊 他不会来916 他会来916 我不知道 可是我会告诉你 你一定会看到这个数字 今天9月27 今天是不是9月27啊 今天9月27啊 你会看到26323 那来到26323 今天晚上 有机会出现一个强力的多方反转 你知道吗 今天是不是受26385 对 那你就看今天晚上 我不会错的 我怎么会错呢 你不会错 那你抄下来看我怎么错啊 你抄啊 你就抄26323啊 那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 看会不会错啊 怎么错 我不是说我准啊 我一点都不准 我只是告诉你 因为我不去猜测 市场行情 我一定依照 真实发生的数字 然后呢 现在的成本到底在哪里 那我跟你现场直接分享 那OK吗 我不猜的 那因为他的成本在哪里 就在今天晚上的26323 因为现在已经从26730 跌跌跌跌跌 一跌又跌了400点了 对不对 马上就到323啊 到323就要反转了 那OK吗 你也不要管川普了 今天 我的看法来到323会出现一个反转的力道 为什么 因为这两次最大交易量 一次发生在916 一次发生在730 所以不管是他往上推升的力道 或往下做卖出的节奏都一样 平均交易价就是26323 好不好 跟各位做个分享 回过头来 第一个 不管道琼 Nestate或SP500都一样 他就是 这绝对是有人为啦 你没有人为 我的看法 你要跌你就跌啊 哪有那个 要跌之前先拉一个创新高再跌 不管是道琼 或者是Nestate 你跟我说这没 你解释给我听啊 不然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两支 这两支 攻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不就让你空单 在这个突破认赔 让你在多单 在这个突破追进 然后全部大赔 不是这个样子吗 对 所以我请问你 你面对这个金融状况 我现在讲的是国际股市 你怎么办 你就赢就好了 你还能怎么办 你是要怎么赢 就是五分钟 我不能分析 我不说明 这是五分钟 又看不到我又没得到 又看不到 我是来不知道 要怎么跟你说下去 你又看不到 我要跟你讲什么 所以我就跟你说 每次做多 你都希望台北股市跌多一点 相对的 这是五分 这个是不是三十分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是你 你离这五十谁 这些零 这些负五十 你赢不 你输我败你 我这边 你怎么有输 你是赢的好不好 你不管是这个礼拜或三个礼拜 请问你有输到任何一笔吗 没有 你每一笔都赢 那你不是来市场 不是为了要赢的吗 这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教学课程 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这个礼拜我们会分别 在高雄 台中 桃园跟台北 那欢迎各位 捎带可以利用广告中的时间 跟我们服务员预定 看是高雄厂 台中厂 桃园厂或者是台北厂的座位 马上回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 抓脚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七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 互不为盈 战斗营 挡挡 掌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快乐战斗营 实战我最行 多也行 空也行 堂行任我行 上上跳 上下跳 金正跑不掉 台股战斗营 多空实战班 电话拨通 财运亨通 请拨 02 2578 3000 2000 2578 3000 3000 机飞万点 狗旺发财 TSY高档不空 TSY低点翻多 战斗营 互不为盈 战斗营 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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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顾得头顾 咨询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屁股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航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战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要跟你奔赏 不 药 从现在起 三个药 五个不 预防禽流感 勤洗手确实消毒 肌肉 蛋 药熟食 要买合格标志的 禽肉蛋制品 不生食 不购买 不自行宰杀 不喂食 不接触 三药 五步 禽防护 人间处处有情天 各位朋友大家 早安大家好 一样我们先看一下 国际股市 来 让你安静一下 来 掛钱 画面上您所看到的是日线 道琼电子盘的日K线图 那么请问 依照这张图表 美股是多头还是空头 是优党 标准的多头 这是不用说空头 我没有办法讲它是空头 你怎么掰它是空头 来 那么这里如果叫低点 这里叫高点对不对 那这里叫什么点 那看你跟哪里比 如果这里跟这里比 这里当然叫高点 这里跟这里比 这里就叫低点 OK吗 这里比跟这里比 这里就叫低 高低冷热长短 是要比较才分得出来的 所以呢 好 那我们就看交易量 这边跟这边比 这边跟这边比 请问哪里交易量最大 就这里最大 也就是不管你怎么比 它最大交易量就是这里 没问题吧 既然是这里 那你就看 这个位置在这里 你就说低档 有没有带大量 有 高点 高点的量 有没有比低点的量来得大 没有 所以就标准多头 可是标准多头 就无数一路做多 对 你一路做多 这里杀了400点 你不赔吗 这一个礼拜以来 这六四八点不输 我有说不对吗 对 那该怎么办 那就照着做 就 当市场买力耗尽空 卖方衰竭就做多 来 PSY主要 我们的主要 你的手机 你把它点出来 5分 10分 15 20 30 60日线 主要是两个 一个叫5分 一个叫30分 日线是股票 你在看华硕 锦硕 可乘 联发科 这些个股 麻烦你用日线看PSY 股价 个股 高票你都用日线 指数的股票 这部分只要是商品指数 就是5分或者是30分 为什么是5分或者是30分 因为5分钟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你有机会 有机会 每天都会出现一次 有机会 我不保证每天都会出现一次 可是正常情况之下 一个礼拜大概会出现4次 我们长期去追踪 5分钟PSY约每天会出现一次 我一次出几个机会 平均啦 可是30分没有大概都要一个礼拜 甚至于以上才会出现一趟 整个星期才有一次 所以5分 所以30分就一定要流仓 这样OK吗 所以30分的部分 你是清代班的 清代班的 我一定有发简讯给你 然后我一定有通知你流仓 然后你一定是赢的 你不可能是输的 你是要怎么输 我真的很想问你 你今天有个工具 这个工具不是我肖又敏 是你自己看得到 你是及时看得到 每一秒钟 亲爱的 你自己的手机 你拿你自己的手机 然后呢 每一秒钟 你自己在看 举例 30分PSY现在 现在在-6.51 你现在拿你的手机来-7.78 是每一秒在跳 你是不是跟我一模一样 好 这里是不是叫正50 这次没有到嘛 这次有到嘛 好 这里正50 这里临走 这半空 这平仓 这样不行 有可能的事 那就是晋语音下去 就一直把它移音下去就好了 第一个你看得到 第一个做得到 30分PSY晃大 它是30分钟才一根K棒 怎么有可能做不到 也不可能啊 你说我刚好在睡觉 我刚好在站好多次对不对 都有可能 可是我也没有发简讯通知你 有 当它来了不但你看得到 我也及时发简讯给你了 正50要做空 副50要做多 那你要留仓 有没有 有 你能不能做得到 那你可不可以都赢嘛 你的成功率长起来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九个月 十个月 你的成功率 有没有超过90%嘛 我只问你这句话 有90%吗 有啊 有就好啊 10分可以赢九分 你们就继续下去就好了 回过头来 我们看国际股市 好 既然是个多头 可是多头不代表每天都会涨 对不对 那说今天怎么办 今天呢 你要乐观一点了 今天乐观一点 对啊 这样看 来 这个是电子盘的日线图 这是电子盘的五分钟到刚才为止 到刚刚到八点五十分的K线图 五分钟电子盘 所以怎么看 这么简单还没人看 所以呢 现在是不是在这里 对吗 主要交易量是不是在这里 那这里呢 这是高点 低点 这是低点 除非这个点被灌破 这里是不是带大量 抬下来是不是带大交易量 好 我也不去猜测它到底会不会破 破了就代表空嘛 要再落嘛 不破代表他要反转嘛 反转呢 先观察多少 观察这里嘛 那为什么观察这里 因为最高点在这里 他是不是要挥一个平台 不好意思 拉一个急掌让空单停损 拉一个急掌让多单最近 然后多空双砂 没有错吧 好 多空双砂之后这里带量 这个反转它要来交代26500 就是这个结构嘛 破砂盘嘛 上它还会嘎空嘛 跟你做个分享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那么呢 我们在礼拜六礼拜天 那有一场说明会 分别在高雄 台中 桃园跟台北 那所有的会员都一样 那欢迎所有的会员 包括所有的观众朋友 带着你自己的手机好吗 带着你的手机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一次的说明会里面 除了做指标教学之外 我们还会有技术分析的教学 那所以欢迎各位捎带 预定您的座位 那节目最后 在这里 来 第一个办金桑 你有办金桑你就不要管他 反正你只知道 只要台北股市涨 几涨 大涨 台北股市跌 大跌 那我们就进场 就是这样而已 他不动 那我们也就不要动 他不动你动干什么 他不动你进场 我直接跟各位讲 你就是在赌 你在拼 你在拼你的运气 假设台北股市开盘之后 都停在这里 你这个日期 我跟你说 你在拼运气 你在拼 你在拼运气 就好像很多老师 一开盘只要跌 就叫你市价空 对不对 只要涨就叫你市价多 不管是市价空跟多 空之后他还有做多担 他还有在哪里 依照什么指标 哪里做多 那如果单天刚好走单向盘 他就跟你说 你看我早上叫你市价多 叫你市价空 我又大赢 夸大不死 暖气八糟 欢迎各位捎带 可以跟我们服务院 预定您的座位 或者是先把手续办好 那我会提供你即时版本的行动 可以安装在您的手续上面 那么很高兴这个礼拜 不管在礼拜六 礼拜天 高雄 台中 或者是桃园 台北 跟大家再一次见面 祝大家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再度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你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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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确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